接下来是个名词 叫做氧化剂跟还原剂 在氧化还原反应当中 提供氧的叫做氧化剂 我提供氧让别人氧化 有氧化就有还原 所以别人氧化我自己还原 所以氧化剂就是提供氧的 让别人氧化 别人氧化自己还原自己还原 那反过来反过来 获得氧的获得我得到别人氧的 我自己氧化了 别人把氧给我别人还原了 所以我叫做还原剂 我让别人还原我自己氧化 我自己氧化 所以一个叫做氧化剂 一个叫做还原剂 氧化剂自己还原 还原剂自己氧化 我们考试就问一个问题 谁是氧化剂 谁是还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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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铁加二氧化碳 会产生氧化铁加碳 你看到氧化剂 你看到氧得到了氧变成氧化铁 所以氧发生氧化反应 二氧化碳失去氧变成碳 所以二氧化碳发生还原反应 我发生氧化反应 我得到氧把别人氧抢过来 别人失去氧别人还原 所以美叫做还原剂 二氧化碳提供氧 让别人氧化 让别人氧化我自己还原 所以我叫做氧化剂 所以这个反应当中 美叫做还原剂 自己氧化 二氧化碳叫做氧化剂 自己还原 自己还原 好 所以任何谁叫氧化剂 谁叫还原剂 谁发生氧化 谁发生还原 感冒要是自感冒的 不是吃下去会感冒的 所以氧化剂是让别人氧化的 不是自己氧化的 别人氧化 所以自己怎样还原 感冒要是自感冒的 不是吃下去会感冒 所以氧化剂是让别人氧化 不是我自己氧化的 是别人氧化的 所以氧化剂跟还原剂都是反应物 在目前我们教得到氧叫做氧化 失去氧叫做还原的时候 有一个方法知道谁是氧化剂 就是有氧的那个东西 叫做氧化剂 有氧的 如果以后用德氏电子的话就不能用了 用德氏电子的这个就不能用了 目前是因为所谓的得到氧叫氧化 失去氧叫还原 所以我们给各位例子里面 氧化剂就是有氧的 所以二氧化碳有氧 所以二氧化碳叫做氧化剂 那用的就是还原剂 氧化剂自己还原 还原剂自己氧化 这我也讲很多遍 要分清楚谁叫氧化剂 谁叫还原剂 谁发生氧化 谁发生还原 然后你看到了 煤把二氧化碳的氧抢过来 变成氧化煤 这就表示 煤的活性比氧比碳来的大 对氧活性煤比碳大 所以可以横刀夺爱 把别人的氧抢过来 这叫做我经过这个实验结果 我知道煤跟碳的活性谁比较大 我也可以反过来问 我已知煤的活性大于碳 请问你实验结果是什么 所以根据实验结果判断活性大小 根据活性大小判断实验结果 那么这道反应 没把二氧化碳的氧抢过来 说法上有 没取代了碳跟氧结合 或者是 没把碳置换出来 置换出来 赶出去 置换出来 它自己去跟氧结合 所以就晓得 如果我是活性很大的 我如果佛性越大 我越容易把别人的氧抢过来 所以我就是越好的还原剂 我就越好的还原剂 如果我的佛性越小 我越不喜欢氧 我越能把氧送给人家 那我就是越好的氧化剂 就是考试评问 谁是好的还原剂 谁是好的氧化剂 谁是好的氧化剂 还可以提到安定或不安定 我是活性大的金属 我很容易去跟氧结合 所以我不安定 但是我一旦抓到氧之后 我就死都不放 不容易被别人抢走 所以我氧化物就会安定 反过来我是活性小的 我不太容易跟氧结合 所以我原剂我很安定 我一旦变成氧化物 因为我不太喜欢跟氧在一起 我老想把氧送给人家 所以我就会氧化物不安定 就考试的另外一种考法 问你谁比较安定 谁比较不安定 这都跟活性大小有关 所以第一件事情 请要汇从我们的实验结果 知道谁的活性大 谁的活性小 同理 因为你知道谁的活性大 谁的活性小 你就会知道实验结果 然后就会判断 谁是好的氧化剂 谁是好的还原剂 谁比较安定 谁比较不安定 这就是我们要学会的事情 可以吗 可以